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从今天开始 我想给您开一下 NumPi的课程 为什么要开NumPi的课程 是因为这样 我现在正在做 小马AITensorFlow的课程 对不对 其实在TensorFlow当中 一个最最基础的顾客就是NumPi 如果您不会NumPi的使用 您就学不会TensorFlow 那几乎就是说 没法用TensorFlow去干事 对吧 那么我觉得 应该在做TensorFlow课程的同时 再开一个最最基础的 数组计算库NumPi的课程 希望您能够喜欢 那咱们先少续马上开始 今天是我的课程的简单的介绍 首先咱们先看一下 什么是NumPi 一言以蔽之 NumPi 它就是Numberic Python的缩写 它是一个开源的科学计算库 它为我们提供了 丰富的数学函数 这个地方关键数 主要是数组函数特别多 它同时还给咱们提供了 强大的多维数组对象 以及优异的运算性能 这个是这样 它数组之间的计算的性能 远远高于Pithon自己的 数组计算的性能 非常的好 它是使用Pithon进行数据分析的 一个必备工具 我后面还想再加一句话 没有之一 它是必备工具 而且还是最重要的工具 OK 咱们先看一下这NumPi的网站 我就说NumPi课程 还是按照以前课程规矩 每常课的时间 咱们尽量三五分钟 不设的特别长 大家请看 这个是NumPi的网站 做点是非常简洁 但是它这地儿写的不好 它说这地儿 我的最新版本是1.18 用于64位 其实咱如果看到它GitHub 应该是到1.19了 不管了 OK 回来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 它的GitHub 这是1.18 大家请看 它的release版本是1.19 这个地方 是17天前 1.19 咱们这次开发 我就想用Pithon的最新版本 所以说 大家请看 我使用版本是1.19的版本 咱们用它进行学习开发 那么我这要课程 您需要具备什么基础知识 我给您写出来了 Pithon3的编程基础 Pithon 我曾经做过一套课程 专门讲解 Pithon3最基础的 基本编程语法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学习一下 包括我的小马视频频道 我还有讲了很多 Pithon3 其他的第三方的酷 也是非常的有趣 您有时间 也可以去看一下 好 我叫课程使用的开发工具 老规矩 我主要开发 就是用VSCode 不过我在工作中 也用的最多是VSCode 也用一些其他的 Eclipse之类的 主要还是VSCode 极力推荐给您 同时 Microsoft的ViewStudio 也支持Pithon的开发 所以说 如果说您的工作中 用了Microsoft的解决方案 那么您就不用再装 其他的开发工具了 VSCode就足够您的Pithon开发 同时还推荐一个 有料的收费的 这其实我也不太喜欢 所以说 这个咱就略过 一般收费软件 在我的现网视频频道 我是不推荐给大家用的 好 那咱们先少去 马上装一下Pithon 装一下这个单牌 我这开一个窗口 是这样 因为正在讲 TensorFlow课程 所以说 其实我已经都装完了 今天给您看一下 如果没装的朋友 您就安装一下 如果已经装过的朋友 您就今天不用再安装了 对吧 好 咱们进入本地一个虚拟环境 大家请看 我在装TensorFlow的当初 就已经把NumPi装上了 为什么 因为TensorFlow这个库 依赖于NumPi 对吧 咱们命令是1.19 但是没装的朋友 没关系 用我下个命令 再装一遍 我今天给您再装一遍 没有问题 再来一遍 因为我装过了 所以说 它就不再提示安装了 对吧 OK 装完之后 用您的这个peep list 看一下 刚才给您看过了 对吧 确保您安装成功 在哪呢 我再看一下 这呢 确保咱安装成功 OK 接下来 咱们如何证明安装成功 那我建一个简单的 这个测试文件 咱们测试一下 行吗 好 咱们试试 我这清平 然后建一个Nano 建一个Man.Pi 然后把我这代码考进来 这代码很简单 我import这个数组对象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生成了一个数组 然后打印输出 如果咱们控制台出现了12345 就说明咱们NanoPi成功 只要不出错 就说明咱们NanoPi成功 好 试一下 没问题吧 NanoPi成功 OK 这就是我今天这第一堂课的那种 我呢 NanoPi课程 所有的约代码 都会放到我的GitHub上 以后呢 我是这样想 跟以前我做选法课程 VUE等等课程一样 我每一期呢 只给您做一个知识点 然后每期的视频呢 尽量控制在3到5分钟之内 让您在很短的时间 集中精力 学会一个知识点 那咱等于把NanoPi学会之后 您呢 再操作Tenderflow 就觉得易如反掌 我这么想 讲完NanoPi之后 因为机器学习嘛 我可能还会再给您讲 这个Math Plot 还有再讲Pandas 咱们都会讲 包括是Isklin也许会讲 咱们就一点点的学习 一点点的进步 在今后这个AI编程方面呢 希望咱们大家一起 共同学习 一起进步吧 OK 可以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同时帮我点个赞加分享 谢谢您咯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 咱们在今后视频再见吧 拜拜